《星辰大海》是由刘涛、林峰、卢方生、柴碧云主演的一部都市情感剧 随着《星辰大海》的热播 无数观众都在替简爱感到不值 很多观众觉得方恒之变态的爱根本配不上简爱 所以他们希望简爱能尽快摆脱方恒之的掌控 本来方恒之和简爱从相识到相恋的发展都是比较顺利的 没想到却因为方恒之选择和朱丽叶订婚 导致两人关系变差 方恒之本打算利用朱丽帮助林氏集团走出困境后 就和朱丽叶解除婚约 没想到简爱却不愿意等她 更不愿意做第三者 对简爱来说 她要的是从一而终的爱情 在家简爱父母的悲剧就是第三者造成的 所以简爱痛恨第三者 但是方恒之并不知道简爱过往 她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给简爱 除了名分 方恒之的自私直接刺痛了简爱 之后方恒之还利用植物之便对简爱进行各种骚扰 最终让简爱沦为了外貌行业的笑柄 按理来说 爱一个人就应该让对方幸福 而不是一味的以自我为中心 随意践踏别人的自尊 但是方恒之却不明白爱情的真谛 为了得到简爱 不惜搞臭简爱的名誉 不得不说方恒之从来就没有尊重过简爱 她对简爱只有强迫 最终简爱忍无可忍 选择跳壶自杀来结束她和方恒之的关系 在最新剧情中 简爱的跳壶让方恒之愧疚不已 于是方恒之选择放手 给简爱自由 重获新生后的简爱 一边经营简爱外貌 一边出国深造 最终成为了跨国集团的总裁 当简爱从茶水小妹逆袭成集团总裁后 文心彻底傻眼了 在文心眼里 简爱只是靠小三上位的女人 没想到离开方恒之后 简爱竟然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逆袭成跨国集团总裁 而文心为了打败简爱 主动加入了恒之外貌 之后简爱和文心开启了商战模式 并参与了同一家公司的竞标 最终简爱赢得了胜利 简爱获胜后 文心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便主动认输了 最终文心明白了之所以自己会输 是因为他一味地陷入自己的执念中 却没想过提升自己的能力 目前星辰大海正在热播中 大家是否期待简爱逆风翻盘呢 如果你是简爱 你会选择方恒之还是李一鸣呢